由教育部体育署、南投县政府、南投县体育会等单位所执行的运动爱台湾2.0计划 运动巡回列车将于6月18日在民间乡中正村福德公广场举行 现场安排许多体验运动课程,并有教练指导,期盼推展运动风气 运动巡回指导团就是在运动爱台湾,我们有推荐五座 在南投县、暴力、民间、敌散、水利这几座 我们在6月18日要来民间乡中一个庙副公团 要来集成第二站民间站 乡中要把这个政策是教育部体育署、南投县政府、南投县议会和体育会 结合各单向委员会、各乡中市体育会 还有一些社区来执行这次的工作 县体育会总干事洪明慧指出,运动巡回列车共有五站 此次第二站将在6月18日民间乡举行,希望推展民间乡的运动风气 我们把我们的指导员派到各站去服务各乡镇市 这是来到民间乡中正村专程 也是为了服务我们民间乡的这些云法族、妇女还有我们的乡民 我们会教导很多的我们的云法族跟妇女一些比较轻微的运动 毕竟要火就要动 希望我们的乡亲大家共同、共同大家都来运动 鲜云冷血感谢各主办单位的用心 自从执行运动爱台湾计划以来,广受民众欢迎 此次巡回列车即将来到民间 期盼各营法族、妇女朋友们能够走出来一起运动 我们知道打造运动的一个风气是我们南投县很重要力推的一项工程 那么体育会也特别重视 所以今年的一个运动爱台湾 过去在我们的体育馆前面做举办 那么今年走出户外 13乡镇巡回的一个来推动 让我们每一个乡镇的特色的一个运动赛事能够凸显出来 也把握我们的人才 同时也是增强自己的体能 让我们的免疫力提升 能够对抗我们的疫情 我觉得相当的棒 燕雪用行动支持 期盼大家一起共襄盛举 打造我们是一个运动的一个县市 同时运动能够增强我们的国力 增强我们的一个竞争力 所以燕雪相当支持 大家一起来努力 运动巡回列车 现场不仅安排专业的教练 更有丰富多元的课程 也欢迎民众前往体验 一起推展运动风气 记得熊峻南投采访报导